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個東亞足球錦標賽進入了最後一個賽事日 香港隊在今天大戰中國隊 爭奪貴軍的席位 可惜以0比2輸給中國隊 不過泱泱大國竟然只是靠國球 還有12碼是贏球 所以聰明也有限 雖然港隊在今次的賽事不敵中國隊 但我相信大部分市民依然非常堅決支持港隊 為甚麼? 因為支持屬於自己地區的隊伍就是意之所在 不是說他贏才撐輸 即是離棄他 這些就變成勝利球迷 非常不妖得 所以大家將會是全天後色繼續支持港隊 努力一點去爭勝 這件事是無容置疑的 好了 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今天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下午抵達澳門 展開一連三日的訪問 似乎澳門政府如臨大敵 施展了很多安檢措施 而且將不少記者以及相關人士 拒絕入境 我們看到很多家的香港媒體 似乎他們記者都不太受歡迎 首先我們看看關於NOW電視台 NOW電視台 大家都知道 昨天有兩名記者 打算經港豬澳大橋入境澳門 誰不知 去到東仁宮島的內地公安檢查站時 就是被拒絕入境 當時大陸的邊防人員 還未有向記者解釋的原因 當然 今天NOW電視台又繼續派五個人 去入境澳門採訪 誰不知 依然有一名記者在入境時被扣關 要求他簽署一張拒絕入境通知書才離開 當然 其實這張通知書 很多記者我相信都是一聲一樣的 原因是什麼呢 寫著 全有強烈跡著顯示 利害關係人 即是那個記者 企圖入境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危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活動 引用的法律當然就是這條 非常熟悉的 大家都 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的第十七條 第一款第四項 基本上每一個記者都是 引用這條法律的原因都是一樣的 除了NOW電視台以外 連香港電台的記者都同樣被拒絕入境 今天有兩名港台記者搭船抵達澳門外港碼頭以後 遭到邊防人員截查 然後就沒收他們的身份證和記者證 帶到治安警察局的房間進行調查 詢問他們入境的目的等等 然後港台的新聞記者被治安警察局人員要求 簽署一份自願被檢查手機的聲明 然後就檢查手機內的相簿 Facebook、Instagram等等的應用程式 然後也要求查閱記者的個人WhatsApp群組內的短訊 被查問超過兩個半小時以後 就有記者獲得放行 老實說,查這麼多東西有沒有作用有沒有必要呢? 唉,真是 你怎樣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啊? 真是替你趙急啊 另外一個就是商業電台 商台其實已經獲得澳門新聞局 通知領取採訪回歸活動的記者證 但是他們的記者抵達澳門以後 就遭到邊防人員帶到簽證處 在兩小時以後就通知其中一名記者被拒絕入境 當然那個原因和引用的法律都是一樣的 不重複了 商台表示極度遺憾 強調記者是經正常程序向澳門政府申請 但是竟然間就是不獲准許入境的 商台就說記者一向工作認真、守法 去到澳門絕對不會影響澳門的安全和秩序 此外還有TVB的一名記者也是被拒絕入境的 這件事難以理解 連TVB這些自己有 都被人稱之為紅媒 CCTVB 依然都是遭到拒絕入境的 可見澳門政府的收網是非常嚴謹的 實施政策根本上是有殺錯沒有放過 可以這麼說 藍華早報的記者昨天也是以同樣的原因被拒絕入境的 總編輯譚惠儀說極度遺憾 難以想像藍華早報的記者會對治安構成任何危險 就說這些是makes no sense 你不要這樣批評澳門政府 大家自己有 這個譚惠儀真是不應該批評澳門特區政府 知道嗎? 還有蘋果日報的記者 這個不用說了 放他入境才是奇怪的 另外看到有一宗 就是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他引述一名澳門媒體人的消息所說 當地記者罕有受到恐嚇和警告 要求他們小心言行 而有多名記者受到跟蹤和威脅 有個別記者的家裡電製被人關了 甚至有人被強制旅遊 週二的時候已經暫時離開了澳門 這件事老實說是非常恐怖 到底是堅定留呢? 澳門政府需要澄清和解釋 而且不單是記者 如果大家記得 在前幾天美國商會的主席和會長 都同樣遭到拒絕入境 這件事到底是為什麼呢? 難道西人都會對你構成危險和威脅? 難道真的是示威嗎? 老實說 澳門政府真的太過杯公蛇影了 在處理這些問題上 絕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你不需要每個人都拒絕入境 你禁止社民連陸子入境 老實說可以理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擺明就是去示威 對不對? 我不同意你私家這些所謂出入境的限制措施 但至少市民就知道你為什麼會拒絕他入境 因為他們去示威 今天治安警察局出了一封信 它是很絕的 全部出給了信德船母 珠江船母 即是Turbo Jack和金剛都不能坐 空中快線直升機 這樣也是不能坐 因為這三家公司都出了信 就說根據情報顯示 香港社民聯 其實是社民聯 的成員 梁國雄、王浩銘、曾健成、古思堯、陳浩媛 以及吳文婉 計劃從香港出發前往澳門 對回歸20周年的慶典活動進行破壞 澳門警方將堅決禁止有關人士進入澳門 作出不法行為 為此現要求貴公司配合 拒絕運送該等人士前往澳門 否則貴公司將需承擔法律責任特使通知 這是澳門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警務總監的發信 大家都會理解 未必同意他 但都知道你因為什麼原因而拒絕他入境 因為他們可能會去示威 怕他們會搞破壞 OK 理解的 未必同意你這個舉動 但禁止記者入境 就難以理解 老實說那些記者全部都是出糧 打份工的 有職務在身的 我絕對相信他們的專業資格 他們會不會在採訪中路 去舉起什麼光復在香港時代革命 或者示威 或者平反六四 我絕對相信不會 因為他們會搞這件事 第一他們會被你遣返 最少被你踢出境 第二 他們連自己的飯碗都不保 有沒有人會這樣做 第三 這就是違反了自己的專業資格 我不相信有記者會這麼愚蠢 在採訪半路中途 就是搞事 那些是什麼人做的 就是示威者才會做的 你不要當記者是示威者 這件事本身的概念上是不對的 是嗎? 示威的就還示威 記者還記者 記者就不會在抗爭現場示威 非常專業 比如看到香港的抗爭現場 記者也是負責採訪 把現場的真相反映給全世界看 你不妥當他 就是因為他把你那些惡行暴行私刑 給全世界看 你就不喜歡他 就不妥當他 實際上他有沒有參與這個示威 他是沒有的 只不過你不喜歡他 你香港的警察是 但你澳門政府又禁止記者入境 那是怎樣呢? 不如你不用記者來採訪 你自己找新聞局的人 去拍照去出新聞稿就可以 這件事很奇怪 而且新聞自由和出入境自由 老實說 就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 你現在新聞自由當然會被人質疑 連記者都採訪不了 進不了境 而且這麼多人是沒辦法自由進出澳門的 那你怎樣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呢? 其實大陸已經發展過很多 那時上海普通說要取代香港 結果整整搞了二十多年 都是只有吉 然後又說深圳前海可以取代香港 結果現在又不行 又說要搞到澳門街 澳門政府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有沒有這樣的硬件 有沒有這樣的配套 有沒有這樣的法治 來發展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呢? 是不是極大疑問呢? 只是你看看這場的慶典 已經可見一班了 當然今天有個有趣的場面 就是習近平報出這個機艙以後 他下機和夫人彭麗媛 他下機的時候 竟然有一個很old school 的場面 出來了 就是一群澳門的小蚊子 在這裡歡呼 然後背後就是一個紅色底黃色字的標語 就是寫簡體字的 老實說這些old school 的場景 香港也不搞了 為什麼會有這些 我不懂 你可能覺得這些 就是對於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尊重 但是老實說 不知道 還以為現在回到八幾年了 希望澳門政府也要與時俱進才行 否則很難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